郭辦發言人黃世修帶著律師團隊赴北檢案鈴提告 齊英權是因為國民黨北市議員周小平在節目上这席話 郭辦稱節目播出後 郭台銘立刻接到央行前總裁 彭懷南的電話表示絕無此事 郭辦也立馬決定對鍾小平提告誹謗 只要鍾小平議員向彭懷南總裁 郭台銘先生公開道歉 向社會大眾做出良善示範 我方可以考慮撤稿 他說彭懷南說 這個連署還要是不是贏本也很麻煩 那你覺得這麼麻煩好嗎 大概這樣 就他希望我轉述這一條 鍾小平說自己只是轉述 堅持不道歉 甚至搬出藍軍 不該自己人打自己人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們也祝福他連署順利 目標是下架 賴清德嘛 下架民進黨 他們現在就是要一舉殲滅 郭台銘賴佩霞跟柯文哲 可是現在的國民黨 已經變成了想要併吞一切的大怪獸了 郭台銘辦公室昨天是公布了 第二波的小型連署站點 我們實際來到現場可以看到 其實有不少民眾都入內來進行連署 未來在全台的各縣市 預計都會設有大型的連署站點 我看新聞是開始了 我才想說經過這邊就 究竟就進來這樣 他認識川普 認識習近平 他是不是很厲害 他可以跟他直接電話聯絡 那讓台灣這樣子越來越好 連署持續進行 郭台銘用行動杜絕任何謠言 努力拚百萬份連署目標要打正 歡迎收看吳震人單曲 還在台北採訪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晚間10點請鎖定 團宇一把抓